哈喽大家好呀 看奶酪的这个夏日清凉鲜发型 本人好像不是很满意 今天邀请了师弟师妹来家里玩 准备做一顿夏日的大餐 我们现在准备了好多的食材 觉得对自己的厨艺有一些过于自信了 而且呢我还想新开发一些夏日饮品 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这次的大餐怎么样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 看生文具多的一些食材 这个生菜是做大沙拉 这个是做那个无花果耳马火腿 这个是香菇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森林花 这个是森林花 早上刚在山姆屯的肉 还有这个大块的三文鱼 看我们今天能发挥的怎么样 现在打算先来做沙拉 因为沙拉最简单而且不用开火 是的 先从简单的入手 我把小白就选择贴菜 找个菜单就切片 可是人家无花果好大 这个无花果是枯心的 好好看啊 无花果这道菜是不是重在盐纸 对 我觉得桃子是不是有一个范子 可以吗 它太软了 又不太行了 哦 鸡蛋生一点还比较好吃 不怕火的人好像有特别多的指导 其实这么半天 终于切出来一个非常圆满的无花果片 这无花果片能用的真的不多 难怪总说就是做完饭都不饿了 原来做饭的过程中会吃不少的东西 哦 我先一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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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熟练啊 我刚还想问这个怎么切 但我觉得这种问题我实在说不出口 就是专门 专为了那沙拉 买了那么大一袋的面包 现在已经第一道 这个叫凯撒沙拉 不过我们把培根换成了牛肉 这么大的牛肉粒 开始制作啦 第一道菜就这样做好了 其实卖相还不错了 用料非常之扎实 现在在做的这道呢 是越南三文鱼牛油果生菜卷 这就是传说中的美拉德反应 下面已经铺上了一层那个越南春剪皮 我有一种就是小时候做手工的感觉 第一个的成品 就这样浅浅的先看一下 真的豪华 哦 我们做的真的是豪华版 就以前在外面那个不就是那么小小一个卷吗 你看我们做的 还好我算停的快 真的一个手掌那么大 再来研发一道饮品 618买了好多的这种粉 这个是甜菜根粉 这是马鸡梅粉 这两粉就是我平时有时候干吃的也挺好吃的 然后再用到的就是这个变麦奶 这个过程可能拍不到咯 第一次尝试 本人非常喜欢自由发挥 嗯 那下面都是弄不开 没事 看它在底部形成了一种别样的花纹 颇具艺术感 这是一杯非常健康的抗氧化艺术品 谁来做第一个小白鼠 这么难喝吗 原来 嗯 好喝 很香却不是很甜 等等我不听过了就这样吧 他们刚才都尝了我做的这个叫什么 芭比粉饮 现在呢我要第一次尝试一下 我觉得应该不会特别难喝吧 哎呀 味道也比较好闻 哈哈哈 它不像是一个喝的 像是一个混合的各种味道吃的东西 救命啊 哈哈哈 没有不像是一个人 我还不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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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 我还不尽 是一个人的 就是一个人的 你们是一个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